是瑪利烏波爾作戰的 一個烏克蘭海軍陸戰隊女表示 他們的彈藥即將耗盡 在沒有食物及水供應的情況下 仍然堅持戰鬥 雙兵都成了山 連炮兵、廚師、司機 甚至管連樂團的音樂家 都參與了對抗俄羅斯軍隊的槍戰 據英國《衛報》4月11日報道 保衛瑪利烏波爾的最後一批烏克蘭士兵 11日表示 他們的彈藥耗盡預計很快 就會被包圍該市的俄羅斯軍隊殺死 或呼嚕 自3月初以來 俄羅斯軍隊一直圍攻 瑪利烏波爾 烏克蘭軍隊控制的領土 逐漸縮小道幾個中部地區 該貼自出該類倖存的成員 現在正在保衛 瑪利烏波爾港口附近的乾鐵廠